哎呀 这姑娘可以啊 女众豪杰你看 能喝 还能打 还有些什么古怪啊 像我在家跟朋友打电话吧 或者看电视 然后她就直接就把脚伸上来问我 哎 好不好闻 然后几天没洗头了 把头发蹭过来跟我闻一下 好不好闻 情侣间这种很正常啊 小打小闹 对你玩的还当真啊 对我玩 我把我脚给你闻一下 你闻吗 你敢试试 那你试一下呗 过去腿会被打断 你怎么忍受过来的呢 你们谈了多久恋爱了 谈了两年多了 你是怎么过来的 挺过来的 哎呀 真不容易啊 这小伙子 其实有些时候 原来就还是有时候会忍不住啊 受不了了 找他分手 结果过去找他分手 又是被一顿打 为什么打人家啊 不能分吗 他跟我分手 我还不能打他 说我不分手的呀 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说好就不分手的 我刚才说我脾气不好 他说都可以包容我 现在你要和我分手 我不打你我打谁 你真认为他打不过你吗 你练过吗 姑娘 我是练过啊 我大学就练的那拳击 但有些时候真的有些时候 他做的事情你无法理解啊 就是我原来不是原来的工作吗 就是才去的时候 工作就是挺不顺的嘛 就经常被领导使唤 然后加班加点的 他就直接给我们领导打电话理论 然后就爱怎样怎样 他就直接给我们领导说 我刚才闹完一家班 说好谈恋爱 不是应该经常腻在一起 自从上班之后 一个月见一两次 一两次就算了 经常见面 就是下午约会的时候 约不到一半就跑了 不知道他躲我有躲什么 还是领导叫他躲 然后呢 肯定叫领导给他换一下工作 或者换个领导了 你就给他领导打电话了 对啊 那少工作一点不行吗 领导怎么说呀 好好好 是吧 没有领导还把我骂一顿 后来工作没了吧 肯定就没了呀 然后我之后呢 省时间用一个月 然后又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你那工作不挺好的吗 现在又有工作 又有时间陪我 就工资少了点 其他都可以呀 工资少了点 满足了 我不建议 我不建议 你购物车一打开就几十件 没自己只有几千块 不是钱啊 那是我自己赚钱买的 我自己也做兼职的 是 你兼职是挣钱 但购女花吗 每个月都压榨我一次 男朋友挣钱 不就是给女朋友花的吗 我现在一个人 本来就是衣食住行 然后全部什么地方 都要靠自己嘛 然后还想着多存脸 然后为以后嘛 她的好 每次我稍微省脸 就说我抠 说我不爱她 你不跟我买 你就是靠 每次我要买什么 我叫存钱 你存钱干嘛 你存钱买房啊 你存钱买房啊